MAY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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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MAYFIT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好像又一陣子沒有跟大家聊天啦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乖乖待在家裡 跟MAYFIT 有沒有認真的在做MAYFIT的居家徒手訓練呢? 沒有的請自首好嗎? MAYFIT 那不少網友很高興的跟我分享 MAYFIT 跟著你的訓練做下來 不僅體能變好以外 身型瘦了 精神也變得更好了 然而也有一些網友留言說 MAYFIT 我明明都有跟著你乖乖做運動啊 為什麼還是瘦不下來呢? 其實啊 瘦不瘦 肌肉有無增長 飲食是至為關鍵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居家防疫減少外出的非常時期呢 對於想要維持體態 甚至達成更好體態的你我 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 飲食上該吃什麼比較好呢? 首先當我們的外出被限制了 也意味著我們的日常消耗量隨之減低 所以啊 你可能會發現 即使你攝取的熱量跟以往沒有什麼不同 也有維持基本的運動量 卻還是發胖了 在這兩週內 而且也不知道要被關多久 可能要被關兩個月 三個月 這個肚子的脂肪就無形之中的 慢慢的長出來了啊 就像我們家芝麻 疫情以前每天帶芝麻去公園跑跑 芝麻是晶食的4.1公斤 現在隨著主人減少外出 又一直逃零食吃 跟芝麻一起上發課 57.2 等一下來 52.7 57.2減掉52.7 等於 4.5公斤耶 為了解釋這一切 必須還是要來解釋一下TDEE的基本觀念 我們的一日消耗量是由基礎代謝率 日常身體活動能量需求 食物的消化吸收以及運動 燃燒的熱量所組成 基礎代謝率就是我們躺著不動 我們的身體自動消耗的熱量 用於呼吸消化以及新陳代謝等 肌肉菌趕快幫我燃燒熱量吧 還有非運動性的消耗熱量 也就是我們的日常身體活動所需的能量 食物的生熱效應 就是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需要的能量 最後的運動消耗量 也就是你計劃好的有氧跟足力運動 疫情期間呢 我們最大最大的差異就是NEAT 舉凡像是走路 通勤 外出社交 遛狗 做家事等行為 其實都能燃燒熱量 這些活動可能聽起來很弱 你可能會覺得這也不叫做運動啊 但是累積數小時下來 也會幫你消耗幾百大卡的熱量喔 即使你平常有在家裡做激烈訓練 但是你想想看 一組大約二十到三十分鐘的訓練 是不是讓你滿頭大汗 但是大概只能燃燒一百多到兩百多大卡呢 多吃晚飯 吃幾口甜點 就沒了 甚至如果你想要喝一杯手搖飲 這整個熱量就會超飆啊 回想疫情前的生活 一早起來你敢去上班通勤 上下樓梯 走路 去買便當 帶狗出門散步 逛街買衣服等等 五行之間所消耗的熱量 可能比你所安排的運動消耗的還要多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感覺到 這段時間我也沒有吃太多啊 去整個發福了起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日常消耗量比起過往 整個大幅的下降啦 所以啊你可以調整的是 去多去增加你的日間的消耗 包含居家運動也算是其中一部分喔 跟去調整你的飲食 該怎麼去調整呢 第一個建議 你的總熱量攝取 我會建議大概整個三百大卡的熱量 那這邊假設的是你的日常活動量 大約是以往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當然如果你現在還是維持一樣的活動量的話 就不考慮在內 那麼平均一天下來 你大概會減少三百大卡的消耗 如果你在飲食上沒有減少這三百大卡 然後日間呢你又稍微的多吃了三百大卡 加起來六百大卡的盈餘 因為形成一公斤的脂肪 大約是七千七百大卡的盈餘 因此過了十二天你可能就會多增加了一公斤 過了二十四天就是兩公斤 那過了三十六天就是三公斤 如果你要被關三個月的話 你就是增加十公斤 那第二個妹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去增加飲食中蛋白質的比例 那剛剛有講到食物的生熱效應嘛 在三大營養素中 我們吃蛋白質的時候 身體同時會產生最多的熱能 也就是說你在吃這些雞胸肉 或者是吃這些蛋白質食物的時候 你感覺你在攝取 但是身體也會自動的去消耗一下熱量喔 那蛋白質的好處它除了讓肌肉合成 又可以讓我們的血糖保持穩定 可以讓我們有飽足感 不會太快的挨餓 又早 現在是妹剛起來的狀態 其實我在家裡90%是長這樣 那今天就要來示範我的一日三餐給大家看啦 所以通常我的早餐呢 會含一到兩顆的蛋 有時候會煮水煮蛋 或者是炒蛋荷包蛋的形式 但是一定會有蛋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吃蛋的人 那為什麼我要吃米餅呢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麵包的人 但是因為麵包它比較算是精緻澱粉 然後碳水又蠻高的 那這樣子小小一塊米餅呢 它的熱量很低 然後是那種很有空氣感的 那碳水跟熱量都比麵包還要低非常多 再加上剛剛炒的蛋就完成囉 那的話通常我會搭配半份水果 我自己還蠻喜歡吃奇異果的 因為它也會抓到的 一開始再加上加水果 再加上去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對 然後就在家中間 然後把麵包都吃得到 所以我會去吃 所以我會去吃 那邊吃 我會去吃 我會吃 好了 滿滿的蛋白質 纖維 澱粉的話 我以南瓜代替米飯 一樣有滿滿的蛋白質 主要是來自於雞胸肉 雞胸肉還是我最常攝取的蛋白質 毛豆啊也是蔬菜裡面蛋白質很多的 並不是說妹不會吃飯 只是說當我的配菜已經有比較根莖類的蔬菜 譬如說南瓜 地瓜 紅蘿蔔 馬鈴薯等等 我就會刻意的減少米飯的量 假設如果有外食的話該怎麼辦呢 今天剛好家裡叫了相當誘人的美燈綠壽司 這時候相當容易失心風大爆走啊 建議可以先把預計要吃的份量 先盛在小盤或小碗中 接著好好的坐下來享受美食吧 盈控者當然也可以享受美食 只要留意份量即可 點心的部分我還滿常以水果優格 來當作我最殘食的午後點心 下午茶點心 米果優格配冷凍藍莓 有這個Coconut Chips 是肉桂的口味 那另外一款下午點心 就是高蛋白粉 那我個人還滿推Naked乳清的 然後呢我會再加上半杯的豆漿或是杏仁奶 這個時候再加一點水 比起喝手搖飲啊 我其實還是比較推薦喝這種有蛋白質的東西 五糖豆漿也是一個滿不錯的選擇 那因為現在很多乳清品牌真的都做得滿好喝的 所以我會喜歡跟一些豆漿啊杏仁奶一起混合 所以這樣子加起來也滿低熱量的 然後大概有30克的蛋白 最後一款我很嘗試的低扒點心 就是半份的水果 再加上比較偏健康圓形的零嘴喔 晚餐的話 妹通常會吃的比較豐盛和家裡的人一起吃飯 那一定會有蛋白質一份 主要是來自於雞蛋 肉類 那蔬菜的話 會建議多攝取綠色蔬菜 以及適量的澱粉 濕心減糖的朋友會建議 以花椰米取代精緻的米飯 會相對比較低熱量 減糖又富含飽足感喔 那總結而言 目前妹一天的熱量攝取是1500到1700大卡 目標一天的蛋白質量大約是100克 飲食的話 目前沒有刻意斷食 就是一日吃正常的三餐 外加下午茶點心 我能理解很多人 尤其是女生會在疫情期間想說 啥都不能做 那我來減肥好了 於是就走入極端飲食這條路 所謂的極端飲食是什麼 就是一直處於挨餓的狀態 然後一天的飲食可能攝取低於大概1200大卡 那一開始的話你可能真的會感覺到體重下降了 但是一直以來我想要跟大家提點的是 如果長期都是處於一個極端結食的狀態 你的新陳代色會大幅的下降 身體會進入一個節能的模式 所以你的消耗量也會比以往降很多 也就是說你又必須要靠吃的更少 來打破這個減脂的平台期 隨著現代人累積的壓力直線的上升 可能很多人會透過吃來疏解自己的壓力 如果你覺得沒關係啊 稍微享樂發福一點自己心態上面 覺得可以接受的話我覺得也沒關係啊 但是啊如果你明明不餓 身體卻會無法受控的一直想要進食 那你可能會有 這時候啊你可能要多去觀察 多去了解自己的壓力來源 如果說平常看太多新聞 接收太多資訊 你的心情無法平靜的話 那麼就關閉掉這些資訊 讓自己的心好好的靜下來 在進食的時候就是專心好好的進食 也可以多做一些運動啊伸展 閱讀好書等等 老實說疫情剛開始爆發的 第一兩週妹的狀況真的是挺差的 我跟大家一樣很多工作都取消了 然後我每天都是處於一個 蠻頹廢的十點起床的狀態 一早起來就是看新聞 然後每天就是躺在沙發上 那這兩週呢我稍微改變了一下自己的日常作息 有時候起來會做一點瑜伽伸展 甚至會翻開以前買了 但是都還沒有閱讀的書 那有時候不想看新聞的時候 我就會關掉 我覺得與其去活在一個恐慌的狀態 面對無常又紛擾的世界 不妨多去練習 掌控自己的身體 跟怎麼去處理外界壓力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外在的世界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去練習自己的心 所以啦在這個階段大家都不是很好過 那我們就一起加油 希望我們都可以平安的度過這次的疫情 那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分享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並且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咦 咦 咦 咚 咪 咦 咦 咪 咦 感谢观看